而針對柯文哲被吳寶請回 媒體人黃志賢表示 柯文哲對於違法徒利 有絕對權力指揮 並且調度人員 還參與了開會 但是法官卻說柯文哲 沒有指示 不知道這件事情 怒吼法官是把柯文哲當白痴 黃志賢表示 奇葩法官給的理由是 金華城案容積違法提高 這點法官承認是違法的 但是北院法官認為 這一切違法行為 都是都委會決定的 不甘柯文哲的事 黃志賢質疑 柯文哲對於違法徒利 200億的金華大案 有絕對權力指揮 可以安排屬下調度人員 而且還參與開會 但法官卻說柯文哲沒有指示 甚至不知道這件事情 法官有事嗎 假中看不懂公文嗎 黃志賢總結 整個案件只有六種可能 第一 法官把柯文哲當白痴 第二 法官把自己當白痴 第三 法官把台灣人當成白痴 第四 法官被白粉跟幾個不孝立委 給嚇尿了 只好裝白痴 第五 冤法裁判法官爽 第六 法官是文盲 而對於柯文哲被吳寶請回 民進黨立委沈柏陽就說貪污 制罪條例裡面當中的圖利罪的這個要件呢 其中有一個就是要明知這個是違法的行為 但這個要件其實非常不容易被認定 因此他認為這就是柯文哲的律師團 從這個地方下手 制罪條例 圖利罪裡面的要件就是那幾個 第一個就是他有這一個違背法令的行為 然後最後呢有做出這個圖利自己或他人的結果 那最後呢必須要明知這個是違法的行為 那這個明知違背法令這個要件呢 其實非常不容易認定 那顯然這個律師團呢是用明知這個地方下手 那我覺得呢就是接下來就是要看證據怎麼說話 那但是呢這個因為明知這件事情 在法律上一直都很難認定 所以通常來講呢在審判過程中 要認定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那如果是要在激壓的時候呢 就要先來認定這個要件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非常的困難 那這是律師的一個訴訟上的一個策略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予以尊重 而律師林志群則是指出 昨天激壓庭的順序很奇怪 因為通常呢祖先是放在最後一個 但是昨天是副市長放在最後一個 林志群在臉書上說 周日晚間看到激壓庭的順序 變成副市長在最後一個 當時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通常犯嫌最重大的那一個 才會放在最後一個 怎麼會是副市長 想說不會是副市長一手遮天 市長隨便蓋章吧 林志群表示別說我馬後炮 因為他周日晚上錄政論節目時 有提出這個問題 主持人跟其他來賓說 可能是副市長生病才會做這樣的安排 但是呢他說如果是副市長生病 應該會先問副市長才對 這個積壓庭順序呢 讓他覺得很奇怪 林志群也表示 有網友留言說他翻車 但他沒有翻車喔 因為他上節目時有說 因為積壓庭順序調動 阿伯被積壓的可能性 可能就會產生變數 林志群認為 阿伯被積壓的可能性一路上升 到最後法官排積壓庭時 又戲劇性的下降 這顯示訴訟過程 本來就是一個浮動狀態 要從一些小細節去觀察檢察官 那法官對這個案子的態度是否產生變化 對於整起金華城案的最新發展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他就在臉書上面發文表示說 北檢這次根本就是丟臉丟大了 而他詞文一出也引發了網友討論 謝寒冰在30號播出的政論節目 大新聞大爆掛中就提到 依據他過去跑新聞的經驗 柯文哲當時從住家出來的時候 表情還算鎮定 所以檢調應該沒有搜到什麼 很關鍵的東西 謝寒冰還指出 檢察官一定會升壓 指示法官會不會准許就是另一回事 不過他覺得最後會裁定交保 畢竟柯文哲是在野黨黨主席 除非有很明確的證據 證實柯文哲與案子有緊密關聯 否則要直接積壓是困難的 而對於整起案件 這幾天有部分的名人網友都點名 要吃雞鴨飯象徵雞鴨 藉此來調侃柯文哲 如今柯文哲被吳寶請回 也讓謝寒冰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北檢這次丟大臉了 而且寒冰此話一出 就讓不少網友熱烈討論說 阿北清的律師真的很強 也有人說顯然北檢在金柳部分上 還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 也有人說還好法官是有良心的 以為是胸有成竹 結果居然是罪證不足 而號稱是頭號柯黑的立法委員王世堅 先前才隔空跟柯文哲對賭 沒有想到時隔兩天直接翻車 整個案情大逆轉 現在呢就有大票的網友 湧入了王世堅的臉書留言說 謝謝堅哥要表演高空彈跳 曲棍球絕對不是我王世堅的任何意思 因為我不會找人家賭那個啦 要賭要賭可行的嘛 不是嗎對不對 所以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就賭可行的 比方說柯文哲 我現在就告訴你啊 你要賭就來啊 高空彈跳你願意嗎 起初柯文哲被聲壓之後 王世堅還在臉書寫下八個字 感嘆不聲唏噓 哀驚勿喜 結果今天凌晨 感情大逆轉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無保請回 回顧兩天前 王世堅曾經表示 柯文哲如果進去的話 自己就帶個便當去看他 他請我吃便當 我也還他一個便當 當時這番話就引起柯文哲的不滿 並且在受放時反嗆說 如果沒被羈押 你要不要吞曲棍球 而王世堅也火速回應 要賭就賭做得到的 賭高空彈跳你願意嗎 如今王世堅隔空對賭輸了 就讓大票網友紛紛洗版留言說 謝我大堅哥真的是浮龍王 也有人說堅哥打賭從來沒有贏過 他就是知道這點 才會跟柯文哲來賭高空彈跳的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來回顧 王世堅他的賭博士 其實他的對賭失敗率真的還滿高的 他第一次公開打賭 是在2008年立委選舉的時候 他說如果國民黨八席全上 八星過海的話 他就要去跳海 沒有想到國民黨八席真的全上了 他也連任失敗 後來他是帶三支旅行承諾 之後他在2012年總統大選前 他說如果蔡英文落選的話 他就要去高空彈跳 結果馬英九跌任成功 原本王世堅打算在 北橫公路大漢橋旅行承諾 但因為公路總局不同意 他就改到日本高空彈跳 在2017年 王世堅接受卡提諾狂新聞邀請錄製影片 邀民眾上車聊對王世堅的看法 王世堅揚言說 影片如果破百萬觀看 他就會剃頭 沒有想到三天就達標 王世堅也履行承諾替法 而在2019年總統大選 王世堅在政論節目中說 如果蔡英文連任 他就要跳海慶祝 而這一次王世堅算是獨對了 他也開心到藍雨跳海來履行承諾 對王世堅到底要不要兌現 這個高空彈跳的承諾呢 跟他同黨的許智傑 今天在立法院的新會期報告時就表示說 事情還不到最後的結果 等到最後再來決定王世堅到底該不該高空彈跳 我想事情還不到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當然如果是王世堅講錯 他真的會去高空彈跳 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想我們還是要等待最後決定 才來決定王世堅要不要去高空彈跳 那柯文哲事實上以前一直罵藍綠 都是垃圾 那藍綠都有貪污的情況 那其實柯文哲目前看起來 就包括木可公司 包括精華城等等的這些案子 看起來是比藍綠還要嚴重 那當然最後到底他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還是會靜待司法仔細的觀察 我們還是會靜待